那像这些有它有福利的福利有关的韩式啊 那物件移动的韩式库 那其中还有转动的这些像这个Red Target的这个转动的 然后Target Omega的这些都跟转动有关的韩式 那你在做这些韩式的时候你都必须设定物件 它是Viscus in Apple它才可以使用 那接下来第三个第三个韩式它是设置物件本身的特质 那这个这个韩式它算是它算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这个底下你可以设定它物件的属性 像是大小颜色光线等等很多东西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它的参数定义就比较复杂 那我在我在底下我也只有列出几个 像是设置Bring的形状 然后物理它的物理状态还有大小 那你在一开始设定的参数是什么的时候 它后面的后面的这些引数就会不一样 就会有所不同 那接下底下就有Lock High 然后推进器这些能量耗损 这个用那个韩式就可以达到的效果 那这个接下来第二个地方是载具 那载具就是像车辆就是属于一种载具 那这个载具我跟底下的车辆一起一起讲 那这个车辆车辆这边第一个它是设定车子的形态 因为其实其实你不只可以设置车辆 它还有像像船啊飞机啊 你只要给它不同的影视它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其实里面的参数什么 你如果不去设定的话它都是预设的 那第二个这个韩式设置车子的福利状况 那这边设置的它有参数 参数你可以设置从0到1 就是从无福利到反送利的 那也是利用韩式里面的参数就可以对车子做设定 那第三个是悬浮 悬浮的地方它也是交通工具的一种行为模式 那底下这些标签它就是看你 你注冲的这个物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船啊产客还是气球等等 那你就可以给它不同的参数 它就会达到那样的效果 因为它里面都有内建一些设定质 那接下来第四跟第五个都是 都是在说明这个车辆的行走运动 像第四个它是在说明车子 它们是它的运动模式 从那个XYZ走 它们是怎么运作的一些概念 那第五个移动车辆 移动车辆它可以测定利用这个韩式固 因为我们其实在物理设定 我们如果利用这个 这个 韩式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移动的效果 但是为了让车辆的移动能更真实 所以其实真实跟第五里面 它还有另外一个韩式可以 可以取代掉前面这个 然后让这个车子的移动能够更流畅 那一样这个韩式它依然可以设定它的速度等等 那我这边做到的是 是一开始 因为这个也是一开始就有的内容 那我在前面我增加这个 这个 Visical的 的那个入门概念 就是在说明这个它是怎么实作 那里面的一些像里面有提到韩式固 我就增加了 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没那么需要的 我就把它拿掉了 那里面还有一些 一些例子我就贴上 那最后车辆的 车辆的部分 我就贴了 贴了这个标签 然后它的 它的福利啊 宣服这些 这些我就再把它加上去 以及 车子的移动 好 我是脂管二眼妆韩景 那 我这边讲的是特效的部分 那因为之前我们刚上来的时候 就是学长已经把前面的 程式码已经都写上去了 那我们想说 因为有程式码好像也不是太有解他在干嘛 所以就把前面的 它的基本介绍也写上去了 那我们增加的是前面的特效种类这边 那特效种类因为 我们就是大概介绍它的几个种类 有粒子效果 那粒子效果的面 比较重要的就是 每一个Bream能拥有一个有效的粒子系统 那 材质动画的部分的话就是 在它成本的部分 因为有时候我们上传材质质的时候 它的成本可能会比我们自己去制作还要低 所以这时候觉得上传会比较好 那有一个 那我们这边有列一个 它算是比较重要的方权上去 那它下面还有缩放旋转平滑 跟光的部分 那光的部分的话 老师上课有讲到这几种光 那其中我们去查它的反射光是 这几种光是 这几种光是还没有提供的 那还有就是 光的 它实现的原因 因为 他们这几种光的实现方式 跟我们现实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光源 我们现实的光源是 产生于光的物体 那可是 Second Life里面是直接位于被照射的屏幕上面 那还有一个就是Cone of Light 它的 Face Life里面是主要就是想象出来的东西 那还有 我们下面被照 就是被照射出来产生的影子 我们是就是 真实世界是直接照出来的 那 Face Life里面它需要我们自己去制作那个影子的脚本 那下面就是 因为学长它已经列得很清楚了 就是 它把所有的 他们方的 谢谢大家